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欧说电影,我是凤姐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几条狗狗帮助主人完成梦想》的电影 故事的开始,五只生活在华山顿的小金毛犬 狗狗们在一起玩耍时,误闯进了一轿运送冰淇淋的车子 车子把冰淇淋运送到飞机场 而飞机场的目的地是寒冷的北方阿拉斯加 就这样,五只金毛犬也被飞机送到了阿拉斯加 而在阿拉斯加当地,生活着一个普通的家庭 一个名叫大志的小男孩 他养着一条小狗哈士奇 大志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要五只狗狗来帮他去参加狗拉雪橇比赛 而大志的父亲一直坚决反对他去参加这种危险的比赛 因为去年在狗拉雪橇中,大志父亲的雪橇队掉进了冰湖里 小哈士奇的狗爸和狗妈因此散了命 而这时,五只金毛犬也被空头到了大志家的附近 不过他们好像迷路了,一直在雪地里徘徊 这是一只金毛犬看到了出来玩的小哈士奇 金毛犬还把他当成一只大灰狼,吓得拔腿就跑 小哈士奇追上他们后,向金毛们解释自己不是大灰狼 并很快与他们做了朋友 又问小金毛们有没有参加过狗拉雪橇比赛 而狗狗们现在并不想这些,他们只想回家 于是小哈士奇暂时把几个金毛犬带回了大志家的仓库里 在这里,几个金毛犬看到了大志对雪橇比赛的热情 于是狗狗们想帮助大志组成一只狗拉雪橇队 和要成为雪橇犬,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况且五只金毛犬也不是纯种的雪橇狗 想要组成雪橇队感觉有点难 于是小哈士奇就带着金毛犬们找到了一只老哈士奇 向他学习狗拉雪橇 在老哈士奇的指导下,狗狗们开始训练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小哈士奇把大志交到了仓库里 当小金毛们一只只的出现在大志面前时 大志马上开心起来 因为有了几只狗狗们就可以完成他的梦想 可当大志想要父亲留下雪橇时 狗狗们却拉不动 因为父亲雪橇太重了 而且狗狗们还是右拳 于是大志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狗狗们能拉得动的雪橇 为了参加比赛 大志还把自己的存钱灌打烂 用自己的零用钱虚报了名 而华盛顿这边 金毛犬的父母和主人们正焦急地寻找着他们 终于让狗爸爸发现了小狗落下了皮球 还知道了他们进入了运送冰淇淋的车子 于是狗爸和狗妈也躲在冰淇淋的箱子里来到了阿拉斯加 这时狗狗雪橇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中 当大志带着他小狗队加入比赛时 遭到了一个满脸胡子老王嘲笑 老王是去年狗狼雪橇比赛冠军 他为人狠毒 为了能赢比赛而不择手段 比赛很快就开始了 领先的是老王 在最后的是大志 比赛的路程是非常险峻的 眼看着堆水而超过老王 老王就会耍点小手段 故意把对手踢下雪橇 最后几个雪橇队 就剩下老王和尾随过来的大志 就在马上到终点时 老王的雪橇队却陷入了冰湖里 领头的两只狗已经掉进了水里 可在这时 老王竟然丢下他的雪橇狗不管 甩手而走 大志和他的鸡毛犬们停了下来 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名利小哈士奇 把声索小心翼翼地套在老王的雪橇上 在几个鸡毛犬的拉扯下 老王的雪橇和他的狗狗成功脱险 可这时 老王看见自己的雪橇队被救了起来 竟然不要脸地跑了回来 控制着雪橇狗继续比赛 而老王的雪橇狗 知道了自己主人是个忘恩负义自私的人 于是慢慢地停了下来 无论老王怎么抽打也不跑了 最后大志的雪橇队 成功跑到了终点 赢到了比赛 这时大志的父亲也来到了现场 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出色 为儿子感到骄傲 另一边 鸡毛犬的狗爸狗妈也赶到了这里 又跟小鸡毛团聚起来 最后五只鸡毛犬跟大志和小哈士奇 做了告别 然后坐飞机回到了华盛顿 和主人团聚在一起 故事也就结束了 好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哦